说麻绳专挑戏处断 厄运专找苦命人 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个故事 让人不好受 男主角姓孙 咱们就叫他小孙 女主角呢叫小华 是他的第二任妻子 很早的时候 小孙第一任妻子因病去世 他和小华属于半路夫妻 小华也属于再婚 前面有个孩子 婚后他和小孙又有了一个爱情的结晶 可是就因为小孙的一场大病 他们的家庭也出现了一连串的变故 你得病是什么时候得的 这三点了 那就是离完婚之后得的 还是在得的 没有以前得的 不以后得的 他原来他来好好的 人一干过我不能是在外面过 他来好好的把他生过他的孩子 他有病了 有病了他就 这以后常常就不管他了 不管抱孩子 和孩子待几天 抱孩子以后呢 又是他有病了也不管他了 抱孩子生活在就不管了 孙洪文得病以后 妻子小华并没有留在家里 照顾丈夫的起居生活 反而外出打工 因为身患重病 所以对于在婚之后生育的孩子 丈夫小孙更是无力照看 无奈之下 两个人最终选择离婚 考虑到孩子父亲没有照顾和抚养孩子的能力 所以法院最终判决孩子的抚养权归属于母亲小华 父亲小孙愿意承担每月600元的抚养费 孩子多长时间没来看了 得用四五个月吧 有了半年了吗 半年了 半年了也没有消息了 对 也不看孩子 他也没有消息 是不是 从我帮了电话 秋天 他知道我真的要 那就是正常的时间 孩子在这 他从来都没拿过抚养费 没有 他拿啥 我们给他拿 不 是 没有 没有 学医生说孩子在他那的时候 那现在不是还在这儿吗 对 他应该是他再拿点抚养费 我们都不用 孙家人说 自从离婚后 孩子母亲小华 不仅没有承担起抚养孩子的义务 甚至还很少露面 由于父亲小孙的健康状况 一天不如一天 所以抚养孩子的责任 更多地落在了年迈的爷爷奶奶身上 我说我们两个吧 实在无能之力了 这说实在我们掌柜的小脑萎 你做过的八卦了 整孩子把孩子把孩子接 把孩子接去 你要求你那个前妻 把这个孩子接回去 是不是 对 还有别的要求吗 没别的 扔下孩子不管 这也太不像话了 听着确实让人不太舒服 你说孩子他爸重病缠身 家里顶梁柱垮了 孩子的奶奶突然又患病 家里能有点活动能力的 只剩下八十多岁的孩他爷了 你说靠着老爷子 照顾连老带小三个人 这属实是有点说不过去 孩他娘到底搁哪人 找啊 这个时候 孩他爸开口了 孩他娘 怕是也有难言之隐 因为他扔了孩子这么长时间了 肯定他也有很多难处 在里边 是不是 他不想接纳他 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来说 哪有愿意把孩子 让别人带人 肯定他肯定也有很多原因 尽量去做一个工作 看看他是怎么样 现在不管哪里 他的身体状况比你应该强 不只啊 你好像是没有这个能力 来抚养这个孩子 就是还不是钱的问题 是这个身体不行了 对吧 对 那如果这个孩子要是回去的话 你还上当付那个抚养费吗 能啊 能啊 还按着你们法院这个协议 对 小孙也承认 前妻小华 确实也有着他自己的难处 因为小华在之前的婚姻中 曾经生育了一个 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儿子 所以他的生活也并不轻松 考虑到前妻的实际状况 小孙也不想再加重对方的负担 在以前 小孙的父母有能力照顾孩子的时候 他们从没向小华讨要过一分钱的抚养费 如今 母亲重病在身 父亲年事已高 自己更是连自理能力都没有 所以 眼下 小孙就希望前妻小华能够把孩子接走抚养 他宁愿支付相对较高的费用 按这个说法 人就往前不打费 按能从比例它是最高的 这个是不低的 孩子期待的眼神 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他的要求简简单单 只是想有一个安安稳稳的家 只希望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小婚和小华再婚生育的孩子叫小星星 刚刚五岁 对于家里的变故 天真的孩子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虽然说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 没有见过母亲了 可是小星星还是经常吵着要找妈妈 每当这个时候 父亲小孙都会难过地偷偷掉眼泪 可是他除了哀声叹气 一点招都没有 热线记者的到来 终于让老孙家看到点希望 为了实现孩子找妈妈的心愿 更为了帮助小孙一家 解决困扰已久的烦心事 帮忙记者先来到了小星星的舅舅家 按约定妈妈在这里等着呢 可以想妈妈了 可以想妈妈 你这孩子多好啊 你说 这个妈妈 还记得 我还记得 他不认识你 他大叔都是自己的妈妈 看看你 看妈妈哭了吧 想不想妈妈呀 是不是妈妈 是啊 你想他吗 想妈 想啊 也许是相隔时间有些久了 面对妈妈 小星星表现出一丝的胆怯 可是在母子相拥的那一刻 我们看出了母子俩 紧紧依偎 不悦分离 你给儿子门管了 来找他妈妈来了 刚才我们去的那个爸爸那个家 看到那个真是不像样 那真不像个家呀 此时的小华 神情有些为难 他说自己也确实 出现艰难 作为母亲 谁不想和孩子朝夕相伴呢 但是生活的艰辛 确实让他 真的有些力不从心了 听说小星星的奶奶生病了 小华有些意外 可是她并没有表示关切 反而是一语惊人 正大家措手不及 我们的大伙都哭了 过年的时候 你这样认识啊 他妈呢 他奶奶呢 搬走 早上搬走 搬走 搬走 他奶奶 哪里做了 哪里做了 你看我刚才记得那个家 他在那个家 哎 他俩月了 一度一度月了 你喝两月了 之前一直听婆家人说 孩子妈不讲究 撇下孩子不管了 这一看 孩子妈是真有难处 心有余而力不足 自己原本带着有病的孩子 现在这小老二又来了 这对于一个还要靠打工来养活自己的女人来说 真是天大的考验 两段婚姻两个孩子 这一个人是真扛不动 那么接下来孩子该咋办 这都不是左右为难 这是上下前后春夏秋冬都为难 这事咱今天说不完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讲述 这对母子能否走到一起